这也是十年来的机遇 许多人可能会说 全球疫情怎么可能是机遇 让我们先来看看数据 2020年创造了500万个富翁 是的 2020年有500万人成为百万富翁 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数字 而这并非偶然 作为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内森 罗斯柴尔德说 当街上有写时 就是买入的时候 事实上 他通过利用他遇到的每一次危机 建立了他的全部财富 其他著名的富人也说过 类似沃伦巴菲特的话 别人贪婪是我恐惧 别人恐惧是我贪婪 因为在危机期间 竞争变得更容易 因为每个人都在受苦 有价值的资产被打着出售 人们害怕投资 但这只是通往顶峰的方法之一 大多数人失败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 这个系统已经坏了 并且远非完美 但他对小部分的人来说 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有效 但在你做任何类似的事情之前 你必须从你的心态开始 最重要的是 有一些事情 你必须放手才能实现财务自由 当然 你也不必这样 但如果你这样做了 它就会让你走向财务自由的路程更快 方式更容易 今天浩然就想和大家来分享 成为百万富翁必须放弃的五件事 希望你可以在最需要的时候 给你多一项思维认知 还是提醒一下 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 如何提前十年实现财务自由 更多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的内容 让浩然每个星期陪你做一次思维认知上的升级 第一 试图完美 这是阻碍许多聪明和有才华的人 发挥潜力的习惯之一 你害怕批评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害怕人们会这么认为 你想确保它是完美的 完美是伟大的 但事实是 从一开始就完美是非常困难的 生活是这样设计的 你尝试 失败 学习和在世 我毫不怀疑你至少有一些很浪的想法 但你从未尝试过 因为你一直在等待那一刻 或者你开始了但停止了 因为你花了很长时间来完善它 所以你推迟了它 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视频有多糟糕 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永远不会开始制作视频 从我的视频质量到我的演讲技巧 一切都很糟糕 但我不在乎 我的目标是对每个视频稍加改进 在制作了一百多个视频之后 视频的质量已经提高到 最终能够准备观看他们的程度 完美是你的敌人的另一个原因 是你将无法违判 因为其他人永远不会像你一样关心你的事情 所以你会尝试自己做所有事情 你想控制一切 但这会让你慢下来 一开始可以稍微降低你的标准 好处是你的动作更快 否则你永远不会开始 所以不要再等待完美了 想做就去做吧 第二 自卑很多人对自己的评价很低 自尊是你认为自己值得的东西 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应得到 这是正常的生活 这并没有错 但让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值得 你怎么能取得伟大的成就 一切都始于你对自己的看法 你可能有一段坎坷的过去 也许你过去惨遭失败 也许你在学校或大学里表现不佳 都无所谓 但你必须相信自己 你必须相信你是值得的 大多数取得非凡成就的人 都和你一模一样 他们就只有少数人 天生具有非凡的才能 尤其是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只要你准备好忙碌 你就可以做了 第三 将自己与他人做比较 这是大多数人陷入的阻碍 这也是实现财务自由的陷阱之一 你们总是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 并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 你的朋友买了一辆全新的汽车 现在你也想要买一辆 如果你没有 你就会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也许你可以负担得起 但这不是适合你情况的最佳财务决定 也许你应该把这笔钱存起来 并且投资 事情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你的生活 你的技能 你的才能 你的环境与其他人都不同 你通往财务自由的道路 对你来说将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跟随别人的脚步 你很可能会像很多人一样失败 最重要的是 当你将自己与他人做比较时 你就会开始怨恨 开始嫉妒 这种感觉会让你的想法蒙上阴影 从长远来看 你会开始做出不合理和有害的决定 第四不断抱怨 有两种人 被动的人不断抱怨一切 主动的人认识到问题 并试图解决他 反应型的人做什么 他们抱怨政府腐败 他们选出的每一位总统 都被资本腐败 华尔街不断地扯到他们 最重要的是 世界秘密政府集团正在闭门造车 这种受害者心态 会让你无处可去 有受害者心态的人 声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 都是别人的错 这可能是他们的伴侣 家人 朋友或同事的错 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声称情况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里 另一方面 积极主动的人会说 好吧 系统化了 正可能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我 但我能做些什么 来实现我的财务自由目标呢 我可以拿起几本书 来提高我的金融知识 我可以花一些时间 来学习股票市场的运作方式 而不是玩电子游戏 我可以试着存一些钱 自己开始一些事情 我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尽管我周围有很多问题 但我宁愿尝试做 我能控制的事情 而忽略我无法控制的事情 第五害怕失败 害怕失败是很正常的 这只是人性的一部分 你永远不想被视为失败者 你的朋友和家人会提醒你 他们告诉你不要这样做 但你没有听 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 失败会让你在别人面前感到自卑 但失败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所成部分 想想看 当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你不会走路 但后来你尝试了 我不认识你 但我可以肯定的说 你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 第二次也没成功 你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来尝试学习如何走路 有些婴儿在他们一岁生日之前 就学会了如何走路 其他需要更长的时间 14 16 甚至18个月 想象一下 如果你害怕尝试走路 你觉得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有些婴儿在头12个月会说话 有些则需要两倍的时间 在某些情况下 婴儿直到三岁才学会说话 就像爱因斯坦的情况一样 尽管他的智商超高 但他学习说话的时间 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 但是让我问你这个 你还记得所有这些失败吗 当你失败时感觉很糟糕 但经过多次尝试 你最终成功 并忘记了所有那些失败 无论你想完成什么 找到一份好工作 为你的初创公司筹集资金 学一项技能 都无关紧要 我知道金钱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 只要你快乐 你就成功了 但金钱是衡量你成就的标准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运作的 喜欢不喜欢 你得到了更好的工作 你得到了经济上的回报 你的企业帮助了更多人 你得到了经济上的回报 所以 只要你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只要你继续努力 不要把失败归咎于别人 有很高的自尊心 开始做过完美的事情 你实现财务自由 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以上就是浩然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今天内容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要跟我们讨论的内容 可以放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层留言都有用心在看 希望你在迈向更好生活方式的路上 有我们一路相伴 你也可以把今天节目 转发给身边最好的三个伙伴 一起拨促进步 如果你想再下一次 看到类似的知识性节目 可以订阅浩然频道和按小铃铛 浩然每个星期陪你做一次 思维认知的升级 收敏